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蓝 欢迎来到中华阵线 那么这一集啊 我将和大家来谈谈 那么解放军今天呢 他这个发言人 国防部的发言人 马国强 他说了 中国已经实现了这个机械化和基本实现了信息化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分人心的消息 那同时还有一则新闻呢 就是称叫不要和武统台湾跟合统台湾对立起来 那么这个话是原这个国台办副主任 这个王再熙讲的这个话 那么王再熙呢 讲这个话 他也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 他也透露了一点 因为往往中共呢 他把他现在的目前在做的事情 其实他在做 他没有说官方承认 但是说会通过一些原来的干部 因为原来的干部 因为你大家都知道 中国退休的有这个老干部局 对吧 老干部处 老干部部都有 那么通过他们的声音来发出来 那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目前确实 按照王再熙这个在北京大学这个演讲上面 我们可以听得出来 确实武统台湾的北平模式是正儿八经在开启当中了 那么这个也算是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官方国防部什么出来说 现在就是这个武统台湾的北平模式 他没这样讲 但是他现在这样讲了 那么就证明了确实在武统台湾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我们大家可以放心 对吧 那么关于说合统跟武统的对立 我认为实际上本身就不存在对立 本身就不存在对立 为什么就本身不存在对立呢 因为本身 就像他说的 原来我们这个和平统一 我们以这种方式换取了这个外部的环境 对吧 让我们这个 迎来几十年的发展期 高速发展期 那么第二个 现在的这个 他也承认 现在的这个合统 希望是越来越小了 但是呢 直接武统呢 代价太大 代价太大 那么现在就是说 兵临城下 不战而屈灵之兵的北平模式 那么首先一个 我一直都是赞同是北平模式 但是在北平模式这个基础之上 我还是要更进一步表达我的观点 那么你既然 就是我就是认为就是说 北平模式走一段时间 我是想到这个过程 我也认可的 对吧 即使说你说你 今年到1月20号 美国总统纠纵的钱你不捅 或者说明年上半年你不捅 对吧 不打 那么 我们就要有一个疑问 就要有一个问题就要提出来了 那么我像老病那样支持武统台湾的 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 就是速战速决 同样的 你说你习近平俊改搞了这么多年了 对吧 那么现在已经是讲清楚了 说中国已经实行信息化了 实行这个基本信息化了 那么再加上这个纲要已经实行了 又讲究联合作战 那么就必须找一个突破口 来拿一场实战 来检验这个军改的成果 这个是必然的 那么有些网友肯定要说 老病那样你他妈又不在战场上 死的又不是你 对 话是这样说没错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 好 现在我就要告诉各位这个理由了 我为什么一直都是支持这个叫做直接武统的 所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中国现在的国力在不断的在膨胀 对吧 不断的在往外面在扩张 所以说是一种扩张吧 对吧 但是也是一种必然 因为没办法 尤其是你想南海 对吧 这个地方 尤其是在周边这么多的压力 来压迫你 阻碍你的发展 中国目前不要看那些数字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对吧 中国比如说 八百个贫困县 又脱贫了 摘帽子了 但是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大城市的全都居民都在反贫 对吧 那这个东西怎么叫 怎么能真的摘贫 那内部的问题很多没有解决 而且过去 就是邓小平他们那种 政治经济学 对吧 减少对 就是大力发展私有企业 这一块也是没有 现在在基本上中小企业大规模倒闭的非常多 现在有很多人也失业在家里 对吧 大家这个都是清楚的 一千二十对吧 没有必要去掩盖 那么越来越讲究国有的控制 越来越现在对这个言论 控制又越来越厉害 对吧 内部的这种控制 因为有矛盾 所以要控制 这个是一个基本逻辑 这个是没错的 大家也都知道 甚至都身为中国人 对中国的情况也比较了解 对吧 那么其实在对外部也好 也是外部的国际形势 对中国越来越不友好 国际形势越来越糟糕 对吧 而且我们中国 现在的这个资源需求量又那么大 对吧 尤其是在印度洋 你在海上升生命线 全都是在印度洋这条线上来走的 对吧 那么现在事实上 我们被美国压制的 有一点就是说 在战略收缩 而不是说像过去一样的 讲究这个远洋进攻 而是说一种远洋防卫 而是一种战略收缩 目前由于台海的紧张局势 由于南海的紧张局势 由于中印的紧张局势 目前解放军是处于一种 首饰的一种状态 这个是 我们这种 专门研究这种军事的人 是看得懂的 现在处于一个 战略收缩的一个阶段 OK 好 那台湾这个点 我说过了 之前我也讲过 它的这个地缘的价值在那里 对吧 它的军事上的意义在那里 经济上的意义在那里 都已经说过了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武统台湾 对吧 你统一台湾 如果再不统 现在史达曼 他这个级别的 情报头子来台湾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各位要知道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这就证明了 美台进下一步的 军事情报的合作 是很广泛的 我也讲过了 为什么美国要让台湾买单 买这个海上卫士这种无人机 他我说过 他就是一种 真争的一颗定轨的卫星 监视你大陆 所有大陆的情况 它都能监控得到 特别是在你7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 都可以来监视 反正你东南部 大部分 就是你的战略前出部分 全部能给你监视得到 对吧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接下来台湾就是美国来制衡你大陆 通过军事手段来压迫你 在别的地方浪步的一颗棋子了 你现在在谈判当中 面对的是拜登 比特朗普对你还要不友好 还要难搞 对吧 这个方面 确实是一个投入的问题 尤其是他又在你家门口 他又是支持这种泰国的这种颜色革命的 对吧 等等等等系列颜色革命的 一个前沿阵地 一个桥头堡 对内进行这个法轮功渗透 这种宣传的一个桥头堡 他给你带来的社会问题是很多样的 所以说必须要做出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我说过 军改到现在机械化 已经才刚刚这个事情 对吧 比如说 因为标志运20嘛 对吧 你这个可以带99A坦克 包括你的这个海上的这些载体 对吧 可以搭载这个能源 搭载这个坦克 包括这个快速的反应部队 快速的投放 快速的投放这个后勤物资 等等 2017年的时候 兰德公司对中国的军力 还是持一种 藐视的一种态度 对吧 做你军队腐败 指挥不畅 人员素质落后 这个后勤跟不上 那么这三年确实是突飞猛进了 对吧 包括原来事情的在中印边境的 对吧 原来在以武汉为联情保障部中心 用这些运20去运这个军事物资 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中印边境线 对吧 当然是一个好的方面 好的突破 但是说人员素质这一块 人员素质这一块之前老闭来往 也有这个指出来 你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这种军事演习 更多的是花架子 你不是实施战战的 中国军人缺乏实战经验 也不知道这个战该怎么打 也没有这根弦 这个是实在的一个问题 对吧 我说过 以前邓小平也好 毛泽东也好 他们打那些战 打越南也好 打印度也好 都是所谓的以战指战 就是以战来锻炼军人 锻炼部队的士气 那这种战不要小看 它是一种胜利 它是这种胜利 它带给整个国家的是换来的是外部的和平 同时是内部的团结 以及这个作战的经验 每一次都保你个几十年 基本上没问题 对吧 从越南到现在几十年 对吧 那个印度打完之后 跟印度的几十年 对吧 跟俄国的这个珍宝藻打过以后 跟俄国基本上就是没有这个军事冲突了 对吧 那么到现在 那么其实在现在也是啊 现在我已经说过了 有军事作战经验的 都已经老了 都已经六七十岁了 现役的就张又霞 西部战区司令员 对吧 包括这个李作成 就他们几个有实战经验的 现在都是当军头的 那他们退了以后 那谁来点上去 中国这么多年来 几十年来 已经需要一场战争 来检验你的部队了 来同时给你的军事指挥人才 输出血了 这是必要的 因为有了这种经验 它可以更好的来应对更大的风险 因为你现在 你美国对你的事 采取一种 把你列为是竞争性的伙伴 竞争性的一种对手 他控制了你 十四条海上声明要到 怎么办 你如何去突访 对吧 美国现在他就是讲究 我就是要控制 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员 我就是要控制你中国大陆 对吧 而且你一带一路 他现在又要搞民主联盟 来打压你 你怎么办 所以我就说了 必须要把台湾打过来 因为你的军改到现在 你是从原来的大陆军主义 原来的军区制 现在变成对外进攻型的这种战区制 对吧 那么联合作战 刚要实行 那么到底这个联合作战 这个怎么检验 我说过 必须要有一场实战才能检验的 必须要有一场实战才能检验 否则的话 一切都是造拓 都是直上谈兵 当然你真正 我跟各位讲 老兵兰就跟这个地方 给大家交个底 你有实战经验的人 跟没实战经验的人 真的不一样 我说句实话 我们很多这个解放军 部队里面的一些军人 对吧 你看他一些训练 说实在说明天点 老兵兰是实在非洲 在中东这些地方 有过实战经验的 对吧 有的时候 像我们这种人的脑子 跟你一般性的这种军人的脑子 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 就光是这种狡猾程度吧 一般性的话 这种没有打过仗的军人 真的是被我们 是玩弄于鼓掌 玩弄于鼓掌之间的 这不是吹 这不是盖的 这个真的就是 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说 这样的这个话 虽然说讲的有点口气大 也有点难听 对吧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 你想 你我们的邻居 俄罗斯 俄罗斯这几年 都是主动在找这个经验 因为你要维护你的 这个国际地缘政治的 这个安全 对吧 你的本土的安全 你必须他都是主动去找经验的 包括主动 对吧 出兵这个打这个 俄格军事冲突 对吧 包括这个克里米亚的 这个收复 包括乌克兰的这个插手 包括主动去派空军 去帮助阿萨德 掩护他的地面部队 去空袭IS 对吧 通过在离海 发射这个 巡航导弹 来测试 海军的战斗能力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这种行为 那么这样的话 对你军队的下一步发展 对你军事 有实战经验的指挥人才的 这个培育是至关重要的 是真的是 你职业军练 你真的是打过仗 跟没打过仗 区别太大了 区别真的很大 那种心智心态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说 现在中国 你的利益越来越庞大了 对吧 你海外的利益越来越大 国内的利益也越来越大 你现在就是一个 像宝库一样的一个地方 就像以前 为什么说英国 日本 澳大利亚 印度 美国 他们又要在这里 搞新型的这个 八国联系军呢 就是因为你中国现在有钱 就跟你大清那时候一样的 你现在有钱 有势 人家就想来抢你 当然他们是在做白日梦 但是这种趋势是在的 这种压力 这种威胁 是实在在存在的 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一直在这里被动 我们一直在这里 等着好的时机 对 没错 确实 你说北平模式开始 北平模式当时也为了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个是没错 对吧 就 我认为这样再下去 哪怕是说不好听点 哪怕再搞个一两年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说过 军队 你一定要这个 要有这个实战 没有实战 对中国的整个军队体系来讲 那是一种灾难 我说过 现在的这种台海战争也好 哪怕你不打台海战争 终于边境 你跟他干一下子 收复账难 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收复 就是说你要打一仗 你要检验一下你的这个成果 你才能知道你的问题出现在是哪里 赶紧赶 你就会认为 有些武器 哪些武器有问题 哪些武器的技术参数 有问题 我需要改进的 比如说我认为这个武器很牛逼 但是我偷偷实战的过程当中 这个武器被人当靶子打 那这个武器就没有必要去发展了 对吧 这个钱该花到刀刃上面去了 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检验部队的打赢能力 就是实战 就是实实在在的战争 那就是打赢能力 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态 你的意志力的锻炼 这个对 因为你现在的军人 你越来越对吧 不像以前那么广招义武兵 现在都是讲究这个职业军人 都要是士官 对吧 都要是军官 这一块职业军人这一块 那么很多人是长期留队的 那么对于这个保持这个战斗力常态化 你有这些实战经验的人在一起 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 对吧 我们这个原来1770的时候 蓝特公司报告 他说你这个指挥通讯能力很差的 你信息化战争没有办法打的 那这几年赶紧的 把组织战略资源部队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这个部队 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 在台海确实我们在展现 我们的这个战略资源能力 对吧 我们的电子对抗能力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好事 没有什么坏事 对吧 但是啊 就是说 一定要有打一场仗的这个决心 一定要有打一场仗的决心 不是说老兵来讲是个战争贩子 我相信听得懂我的话在内 我不需要解释那么多 不是讲我是个战争贩子 好像好像我自己不在前线 死的不是我 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真正的为长远的来考虑 你的财越来越多 宝贝越来越多 利益越来越大 你如何来保护你的这些利益 你如何来维护你的这些利益 这都是我们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对吧 如果说你没有这种强大的 强劲的投送能力 没有强大的这个保障 没有实战能力 我说句实话 我们不要老是思维地认为 好像就会跟美国有爆发冲突 美军 俄罗斯军队 现在都是主动在找查 主动在找事 或者主动积极参与地区事务 那么这样的话 你去 这样的话 对吧 我说了 对你的军人 是维持你的所谓的这个军事强势 是有好处的 到头来 也许不是说美国来找你中国军队的麻烦 可能你在印度洋上面和印度干起来了 或者说 日本 澳大利亚 或者说 其他的一些国家 哪怕是一些 其他的一些什么不知名的什么国家 跟你不开心了 跟你发生冲突了 要怎么样 去应对呢 对吧 会不会 手很紧 很紧张这样抖啊 原来我们 我说说看 跟解放军没关的事情 就我们武警吧 原来我们单位 对吧 人犯脱逃 从那个墙上面这样翻过去 人犯脱逃 当然 最后我们是制止住了 但是当时 我们的队长 跟我们的指导员 那个手都这样 打摆子 都是这样 在那里狂抖 就是说 现在这个基层的 这些干部 由于很多80后90后的 对吧 现在部队里就是这样的 8090 指挥95 00后 对吧 就这样的一种态势 那你很多人的这个素质 它是不行的 他的这个心理的状态 心理承受能力 它是不行的 一个事情 就是这样的 我是亲眼所见 那如果说真的打起来 我们这些基层的指挥官 到底怎么样 我也说了 上次我也讲了 三个人一起换弹夹 对吧 过窗口的时候 头都不低下来的 对吧 这种 我们大家都看到的 对吧 你演练那个城市 像在几个人 枪一笼 摆成一溜 像那个 像表演一样的 对吧 这样 我说实话 没啥 没什么特别大意思 尤其是你这个 基层的这些单兵作战能力 你要怎么样去演练 这个要 都是要通过实战演练的 原来我们在法外的时候 对吧 你训练的一些科目 跟你实在战场上 实实实实实实在在的 对吧 不是说这个战场 有规模有多大 什么 共一共之间这样 也不是说这样 就是一些平叛 平定叛乱的一些战场 威和的一些 一些这个战士 小规模的武装冲突 你要怎么应对 是吧 当然中国的军队 我说了 这个学习能力是很强的 看到纳卡 对吧 马上又是把无能机 全部给拿起来 作战 同时 又赶紧强化这个野战防空能力 试验野战防空能力 这都是好的方面 说明现在的部队很重视 我也希望看好这一点 但是我也已经说过了 台湾问题不可能 永远都不解决 他永远 他就跟你 跟你这个北平模式 你也看他也没有 被咱们压得怎么样 他也不是照样在 在那边狗烟残喘 当然厄运连连 对吧 倒霉事情接二连三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 但是我想 你并没有说台图有任何服软的迹象吗 当然刚刚开始我们有耐心 没错 对 那么美国 他会把台湾当作一种 对你大陆来博弈的 非对称的一种武器 非对称的一种武器 在外交上承认他 美台官员互访 平凡化 这不都是在削弱你的 对台湾的这个 所谓统一的这个合法性吗 对不对 美国人他会玩这一招的 台湾是他不可能放的一颗棋子 我们要看到这一点 但同时我们也自己也要知道 现在给我感觉 美国保台湾跟我们 就是武总台湾天津模式 好像美国的决心更大一点 当然了 我们毕竟在走北平模式 对吧 王才奇他也讲了 所以我认为 也可以 这样说法也对 但是我始终认为 合同跟武统 确实没有什么好对立 这个我是高度认可的 没啥好对立的 对吧 这个东西又不是说 比大小王 论个高低贵贱 这个没意义 都是一种手段 武统台湾的方式 北平模式 不也是最后跟你谈吗 对吧 我们指的合同 可能跟王才奇指的合同 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指的合同是那种 比较过去那种会台政策 光送银子 光给好处 这种方式 我们是受不了 不喜欢这种方式 好吧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板亮 喜欢的点赞订阅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